早前淡出荧光幕的资深主持人利金 今年转战直播电商领域 不料经常要等待器官捐赠的消息 对此利金证实势力出状况 需要等待器官捐赠换眼角膜 他在20多年前动了近视手术 近来眼睛实力不稳 检查后得知是角膜物化 需要透过手术换角膜 医生警告他若不积极治疗 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利金也提醒像他一样 曾经动过近视手术者 不要使用含有药性成分的眼药水 若眼睛干涩只能点身离食盐水 不然可能会阴藏期使用眼药水 导致角膜物化 利金强调自己不会瞎 只是视线会变得模糊 未来会坚强面对治疗 也相信科技很发达会没问题的 消息曝光后迎来大批网友留言安慰 希望他平安健康一切都会顺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